嗨,大家好,我是阿傑 今天要來開箱的是BOSE的藍牙無線降噪耳機 Quiet Control 30,簡稱QC30 那我之前有介紹過一個Sony的WH-1000XM3的耳罩式 也是降噪藍牙無線耳機 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右上方的資訊欄這邊 那這次會買這種耳塞式的耳機呢 主要是在於說它的攜帶性更好 體積小,重量輕 那有人可能會問說為什麼不買Sony的WF-1000XM3 最近很夯的真無線藍牙耳機呢 主要的原因有兩個 相較於QC30這個耳機的話 Sony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它的降噪效果比較差一點 再來就是因為它太小格 感覺在拿取的時候會比較容易弄丟 比較沒有安全感 那QC30的話則是有一個景環 讓你可以掛在波子上 可以讓你很放心的取下耳機 好的,廢話不多說,接下來就來開箱吧 不同Size的耳塞頭 USB線 時尚攜帶包 簡易說明書 一般都不會看的重有安全指示 不可使用的乾燥機 沒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產品細節 景環的內側這邊的話則是有電源鍵 電池電量以及爛壓指示燈 那右側耳機這邊的話則是有NFC的標誌 那這個加減號則是調整音量大小 然後中間的這個鍵的話 按一下就是暫停或者是播放 或者是接電話、掛電話 那按兩下是下一首歌曲 按三下則是上一首歌曲 那側邊的這個按鍵的話則是可以調整多段的降噪程度 這也是為什麼這個產品叫做Quiet Control 就是你可以決定要多安靜 那景環的下方這邊的話則是有隱藏式的充電口 那麼這個景環戴上去的話就是沒有到很緊 有鬆鬆的感覺 然後感覺不到什麼重量 非常輕盈 那麼這個耳機的鯊魚旗是BOSS他們的特別的標誌 那就是在戴完耳機之後呢 就把這個鯊魚旗塞到耳朵的溝槽裡面去 像這樣 喔!好安靜 開玩笑的 電源根本就還沒有開 這個梗已經用過了 那麼這個耳機的話是充電充小於3個小時 就可以有10個小時的續航力 相比於Sony的WF-1000XM3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只有6個小時的續航力來說 它算是佔一些優勢 那這支在官網的定價是12000 那我在桃園機場的免稅商店 問到的價格搭配優惠活動大概9500左右 那我這支耳機最後是在日本的Yudobashi買的 當時候的優惠價是28,050日元 那扣掉10%的優惠稅是2550 然後刷Visa的信用卡又再打95折 總之最後的價錢換賺成台幣大概就是 6600多塊這樣子 這些價格的差異就給大家做參考 好的!以上就是這次Bose QC30的簡易開箱 我個人是覺得如果剛好有去日本玩的話 是還蠻值得入手的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有幫助的話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阿傑我們下部影片見 1000多塊 Chelsea 421 421 225 828 848 2010 120 220